蝦霆锋和张博之离婚后 各自过上自己的生活 但两人还是共同抚养孩子 对于爸妈身份相当尽责 而近周网友目击 蝦霆锋人在澳洲墨尔本滑雪 其中还可以看到他跪在雪地上 亲自像儿子示范滑雪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个模范老爸 同时还要网友晒出自己与蝦霆锋的合照 并在文中透露这一趟滑雪 谢霆锋基本都在叫儿子滑 没想到没多久就有网友透露 自己在澳洲布里斯本遇到了张博之 虽然布里斯本距离墨尔本有上千公里 但两人同时在同个国家 也要网友疯狂猜测 可能是张博之带儿子去澳洲 和谢霆锋见面 才会出现双方都在澳洲的情况 到这一趟的还 gefunden 可能会不会有点免费 我们不要测读 到这路标 稍等